台湾的物价不断在涨 橄榄油的价格明年也要变贵了 这是受到全球气候变迁的影响 橄榄的收成不佳 橄榄油的售价预计会调涨6到10个百分点 而只有意大利面餐厅的主厨坦言 早在10月份就感受到这波涨势 餐厅的经营成本大幅增加 蕃茄酱汁肉酱和意大利面拌炒 接着再淋上橄榄油 让酱跟面完美融合 不过这进口的橄榄油实在贵桑桑 原产地在西班牙和希腊 两公升庄10月就开始变贵 从500元左右飙到600元 像这样的一大利面 橄榄油就是灵魂 店家每个月起码用掉10瓶左右 一旦价钱往上提高 业者就压力倍增 如果说原物料的成本 真的有再继续再涨一波的话 我们也是只能跟着调涨一下 餐厅业者成本变高 只能先自己吞 就怕橄榄油会越来越贵 不过专家王盐安坦言 受到全球气候变迁影响 2023年橄榄收成不佳 预估2024 2025年 质量橄榄油涨价势在必行 预估市面上100%果实油 将会涨6%到10% 然而不止产量是一大问题 全球货柜海运运驾也搭直升机 涨幅破天价单周涨幅达40% 其中远东至欧洲线涨幅达8成 美东线也上涨2成 是否会冲击相关民生物资寒涨呢 专家分析如果真要涨 不会这么快 要观察2024年之后的趋势 不过依赖进口的商家 如今都上井发调 新的一年成本恐怕只会节节攀高 而生活成本节节攀升 市井小民觉得薪水不够用了 其实台湾的基本工资 连续8年都调涨 可是很多人薪水本来 就是高过基本工资的 而这样的上班族呢 对于这样基本工资的改变 没有感觉 他们说收入多年来都在原地踏步 毕竟人算是员工多 提升薪资的幅度就不大 37岁的曾先生 目前在电子大厂担任评检员 平均月薪2万8 他收多年来薪资几乎动涨 几乎没有算动涨状态 如果有好像其中有一年 挺多调个800块吧 就是但是以这8年这么长的时间 调800块这样 可能有跟没有一样 因为毕竟会有一些 通膨的状态这样 曾先生坦言 公司原本每年有调薪机制 但因为营运状况不理想 使得薪资停滞多年 加上物价这几年不断在上涨 让他每个月几乎入不敷出 贷款的部分就要大概讲 1万8左右 就是个人贷款 他可能要房贷 其他的家种 然后有一些个人保险 然后基本开销 总是要吃吃喝喝 所以几乎打平 就是大概2万8到3万 就是真的打平 没有得存钱 想要存到钱 真的很难 尽管曾先生月零2万8 但在动涨的情况下 与基本工资差距逐渐贴紧 就觉得不太公平 因为毕竟大家也都是年年在找 那目前就我这个产业 没有看到什么太好的前景 那总不能说蓝岭的薪水 已经超越白岭 这样也不太合理 这样 对应该也要会有一个阶级制度 来去制定 而不是同一而论说 最低薪资就一笔 可能2万7或是多少 基本工资8年涨8次 从最初的2万08元 将调高到明年的2万7470元 时薪也将调升到183元 但大多数的台湾民众 对于这项调薪政策 从最初的满满期待 走向普遍无感 明年基本工资调涨 约239万名劳工受贿 但对象大多集中 在最底层的一群人 占比不到全台劳工的五分之一 国泰金控日前就做了一份调查 有64%的民众表示 目前薪资所得较半年前维持不变 只有18%认为有增加 甚至有17%的人减少 基本工资连连涨 但为什么有高达六成的民众 会认为与自己无关 现在目前上半组的这个薪资的成长的幅度 它是低于资本所得的成长 也就是好像在薪资成长上面 可能这个我们的雇主可以做得更多 那另外当然就是薪资的这个调整 基本工资的调整 那相较于通膨 或是相较于高物价来讲 又吃掉了这些调薪的幅度 那就造成一个负成长的状况 对于薪资本来就高于基本工资的人来说 基本工资即使调高也无助于加薪 文化大学教授李建宏表示 台湾薪资政策明显落后其他国家 若要改善整体的薪资水准 可以仿效先进国家的政策与制度 透过薪资透明化来提升整体的劳工薪资 全世界只有我们一个国 台湾是叫基本工资 172国只有我们台湾是叫基本工资 另外171国都叫最低工资 你就知道我们落后太遥远了 我们是一个在薪资政策方面 非常落后的国家 所以各国过去这10年来 欧美国家甚至我们东亚的邻国 他们都有发展出 除了最低工资制度以外的 其他薪资立法或政策 比如说欧盟跟美国12州 已经都通过实施薪资透明法 对象就是所有劳工 韩国 日本 新加坡 他们也有各种的薪资政策或立法 他们那个目的就是要协助 最低工资制度 没有办法直接帮助到的低薪劳工 提高基本工资无疑是喜事 但对薪水高过于基本工资的民众来说 生活成本拉高了 薪资却原地踏步 政府在制定政策时 必须针对不同产业别 不同群体给予保障与薪资调整 才能减少人民的相对剥夺感 TVBS新闻 罗士鹏 黄冠伟 刘燕轩 台北采访报道 最近全球多国都陷入了臭虫危机 是从欧美一路蔓延到了亚洲国家 向上海有一艘满载6000多辆 特斯拉新车的货船抵达澳洲之后 就被检查出有臭虫 在被澳洲政府退回上海 根据资深汽车媒体人 Andy老爹的脸书贴文表示 日前有一艘载着超过 6000辆特斯拉新车的货轮 从上海出发 抵达澳洲后 将所有的特斯拉新车开下船 准备交车给客户 结果在一轮检查过后 发现有很多只的臭虫 跟着新车一起上了船 漂洋过海到了澳洲 经过确认这些臭虫 可能会对澳洲本身的植物 环境 农住物 身体健康等等 造成重大威胁 澳洲政府下令拒收 并且要求所有的新车 立刻上船 整艘船打包回上海 Andy老爹一位澳洲的朋友 三个月前订购了一辆 白色的Model Y 就在这一艘船上 澳洲政府相当严格 在所有的车辆下船后 都会进行安全检查 包含有害或有毒的生物检查 让他的朋友和新车 就此擦身而过 而美国的特斯拉工厂 更是臭虫成灾 一名美国特斯拉的员工 在占地120万平方英尺的工厂 这是专门生产特斯拉太阳能屋顶 和超级充电桩的地方 由于臭虫的侵扰 厂内洒满了化学药剂 员工就表示 这空气中充满了化学物质的味道 有些椅子的背面 喷完会残留一层药物 这些除虫剂 人体吸入或者是接触 都是有害的 会刺激皮肤和眼睛 而美国的劳工部 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 也已经收到来自特斯拉工厂 好几名工人的 数十种投诉案 TVB新闻综合报道 而臭虫这样的生物 有一个特性 是特别喜欢藏在 床的边框 行李箱的轮子 这些缝隙里面 它会叮咬人类吸血 造成搔痒 而预防的方式 就包括尽量不要把行李箱 直接就带回家里面 也不要把箱子里面 所有的物品都取出来 放在床上 饭店房屋大姐拿起吸尘器 完整清理每一寸 容不一面 和枕头跟床垫 床缝的深处 也同样不放过 决胜武器 高温高压蒸汽接着出动 例行清洁大作战 不怕忙不完 只怕对手是臭虫 方便也把这些虫软 以及这些虫 给吸到集成袋里面 再去做处理 因为这个虫的部分 它是60度 它就会做死亡 像我们用高温蒸汽机的部分 这个部分会达到 100度以上的温度 师傅穿着全套防护服 代表药剂喷洒中 先锁定墙角缝隙 再由上而下 大面积施放 三道手续明明接连祭出 不过臭虫被称为饭店客星 不是没有原因 虫软的部分 它会在7天之后 才会再做孵化 那这个环境用药 对于虫软的部分 不会起到作用 所以我们还会在 7天之后再撕洒 这个第二次的环境用药 它虽然没有带 真的是并没传播的一个效果 但是它对人体的一个困扰 生活的困扰 比方说它吸完血之后 造成你的这个痛痒等等的 确实会带给一般的旅树叶 或者一般家庭会不便 房内一旦发现臭虫踪击 但从短期之内 不适合入住 在外下榻还能退房 如果在住家 光是用响的皮肤就一阵痒 偏偏臭虫的生命力 实在太顽强 比较不容易清扫到的这些地方 譬如说像是这些墙角 或者是桌角 或者是抽屉里面的这些床 这些柜子的这些 边边角角缝隙之处 都是有可能它是躲藏的地方 它一两个月没有动物吸血 它也可以活了 然后有人来或者有动物来 它都会去吸血 那吸血以后 它就会缠很多暖 然后它高温当然到摄氏 五六十度以上 它大概不能活 但是我们房间不太可能 到达那么高的温度 美国的华春人DC 它每年都会开一次 臭虫防治高峰会议 显然在很多国家 都蛮严重起来 不到一元硬币大小的虫子 近期让英法和韩国民众 为之崩溃 臭虫正式名称叫做床师 生命周期至少能存活一年 寝居的缝隙 任何物品接缝之处 都能缠乱 日间潜藏 夜间出没 吸食动物协议 被叮咬的民众 一身红疹子 少说得养个一到两个星期 台湾也曾为此头痛不已 过去更被我国海军陆战队 戏称终成规 因为难以完全清除 形同人在哪 臭虫就在哪 你家有虫虫危机吗 学界或业界 公认的臭虫四大温床 包括了移工宿舍 饭店旅馆 照护中心 甚至是高级住宅 前问题并不是出在于 环境状况 而是居住者 近期有没有拎着皮箱 出国或迁移的记录 因为臭虫跟环境脏乱没有关系 而是因为他 我们的住家的这些环境 都很适合他生存 可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臭虫是非常讨厌的一个种子 后来因为台湾防治疟疾 用了大量的DDT 还有干嘛PHC 这些长效性的杀虫剂以后 台湾的臭虫就没有了 但是随着台湾国际化 商务观光或求学的往来增加 臭虫又跟着人群一起入境 所以对于家庭来讲 可能也要经过正常的 如果说你出国回来 你的行李箱或你的衣物 可能我是建议是做 相当必要的处理 比方说做相当好的一个隔离措施 你的行李箱回来之后 你先做一些喷洒的效果 然后用塑料袋包起来 放在阳台上隔着几天 包括二手家具搬回家之前 也得彻底检查 如果臭虫还是进了屋内 蒸汽运斗还有吸尘器 都是驱虫底背工具 如果传染病的话 那就会更积极的去防止它 因为它没有传染病 所以可能也受到大家轻祸 然而扩散的程度 完全不输病菌 当国际间正想起臭虫警报 国人更别让无意间带回的战利品 毁了生活品质 TVBS新闻华少平 叶玉甫 台湾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新闻华少平 叶玉甫